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13号晚举行庆龙年新春 及陈立刚总领事离任招待会 与会者高度评价陈立刚任期内 为促进中加关系所做的贡献 并表达依依不舍之情 联邦议员Mark Adler 代表总理哈珀及移民部长肯尼 祝贺华人新春快乐 并称赞陈立刚在很短的任期内 结交了很多加拿大朋友 为家中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贡献良多 临别之际 陈立刚深深感谢华人华侨 中资机构和留学生代表 作为民间大使 文化大使 形象大使 亲善大使 在促进中加关系方面做出的重大贡献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支持新任总领事 及中领馆的工作 尊敬的张军赛大使 林立主席 留学生代表 各位嘉宾 各位侨胞 各位朋友 大家晚上好 今天我们在此欢聚一堂 庆祝龙年的到来 首先 我代表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 向广大华侨华人 留学生 中资机构代表 自以新春的问候和良好的节日祝愿 祝大家龙年吉祥 身体健康 合家幸福 大家知道 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入到了新的阶段 经济由出口主导型 逐渐向促进外贸和刺激和扩大内需 双向并行发展 中国的科技投入连续九年 以北年百分之二十的速度增长 现在科技的研发支出量 占到了全世界的第三位 中国的文化走出去 力度加大 进入国际文化市场出现曙光 中国教育提出了创建世界一流大学的设想 走向世界阵风起石 2011年 中国的出国旅游人数超过了六千万 这个巨大的服务贸易蛋糕 对任何国家都有不可抵御的吸引力 中国与加拿大的友好合作 也同样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 我们希望家方能像四十年前 在西方除了法国以外 第一个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那样 在2012年再次走在发达国家的前面 和中国展开更大规模的经济科技 文化教育旅游等交往合作 哈勃总理下个月将对华访问 我们相信 此房将使加拿大和中国之间的交往与合作 再也次向国际社会展现两国之间平等合作 互利共赢的友好风范 在这方面我们华侠华人有着前所未有的机会 我们可以起到双重推动和促进双边关系发展的作用 在上书中家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旅游等交往方面 你们可以扮演民间大使的作用 为两国人民加起跨太平洋的桥梁和彩虹 身无彩凤双飞翼 心有灵犀一点通 相信你们一定会做得好上加好 井上添花 去年今天我站在这里 致新年贺词 那是我刚到多伦多半年 一年后的今天 我在此幼稚新年贺词 我很高兴 但今天我还要告诉朋友们 我很快就要退休了 我同样高兴 中国政府公正议员 借年六十岁退休 2011年 我已经到达了退休年龄 虽然我看上去还不大像六十 长得显得比年龄年轻一些 但是毕竟已过六十 2010年退休是很正常自然的事情 当然一年半的任期 事物稍短了一点 但加拿大的一位高官说得好 陈总领事 你一年半干完了三年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高兴地退休了 向你祝贺 最后 我希望大家 能像支持我一样 支持我的接任 房里总领事的工作 房总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官 相信他的工作 将会有新的特色 我也相信 各位将会一如既往地支持 中国驻多伦多总领馆的工作 从而使总领馆与能与加强 与侨胞的联系和更好地为你们服务 中国的龙年即将来临 龙年意味着龙马精神 龙腾虎跃 龙鹰虎啸 借此机会 我也共祝大家 新年大好 龙年大祭 新春大喜 Cheers 请大家干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省旅游文化及体育厅长陈国志 多伦多市市长福特 地质文山市市长巴罗 华联会主席林立 留学生代表陈哲 也在招待会上致辞 更多的 我是到这里来 向我的老朋友 老同事 陈黎干先生 道别 我觉得 陈总这一位非常资深 非常敬业的外交官 真是感到舍不得 他是我的老同事 老朋友我讲了 我们都是从去年2010年到的加拿大 但是他比我到了提前两个月 所以他是相比较我而言 他是老加拿大人 所以前两天我翻看了一下 过去一年 我同陈总领事 一起在多伦多活动的照片 和总领事一起在沃泰华 一起相聚开会聊天的时候的时光 加起来有二十多场 这说明过去一年 我到多伦多来 起码有二十来次 二十来次 所以呢 就是说啊 回顾 我们一起工作 共同时间 同时我也回顾 过去一年 中加关系 确确实实 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正像刚才陈总领事 说讲的那样 基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人 郭伦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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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体平衡 谢谢 刘毅 谢谢